今天要來吃小叮噹的銅鑼燒 銅鑼燒 台語叫做那個 米粉煎 歡迎回到我的天天影像日記 今天我們就來做這個銅鑼燒 還會教大家用很快速的方法來煮這個紅豆餡 那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直接開始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你才不會錯過每次上傳影片的通知喔 好了嗎 準備好你的紙跟筆做好筆記 我們要開始囉 首先呢我們先來準備它的麵糊 來 準備雞蛋 然後再來呢我們加入黑糖 再來 砂糖 好 然後我們把糖稍微把它攪拌均勻 好那如果你不加入黑糖呢也可以 那黑糖呢只是增加一些它的那個風味 那如果你不加黑糖就把它換成砂糖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你要更容易把糖攪散的話其實你可以用隔水加熱的方式 這樣子呢就不用攪太久 你才不會把蛋給打發了 好糖攪差不多以後呢我們就可以加入 砂油 那我的配方呢裡面會有加入砂油 有些配方它是沒有加砂油的 那加砂油的用意呢是讓它比較保濕 再來呢 加入水 好 然後還有蜂蜜 那這個蜂蜜呢是增加它的風味 然後還可以讓這個銅骨燒的外皮啊 更保濕一點 然後加入醬油 我配方比較不一樣 我會加一點點的醬油 那可以讓它的甜度降低呢 還可以讓它有點增色的那種 增色 增色 增色的作用 增色的作用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 好把它攪拌均勻 那攪拌得差不多了我們就可以來加入麵粉了 然後會加入一點點的小蘇打粉 那有些配方呢它是加入泡打粉 那我覺得泡打粉吃起來呢 它會比較像 蛋糕一點點 比較蓬鬆 那我覺得加小蘇打呢 它的外皮會比較Q一點點 所以 看你啦如果你要加泡打粉 也可以 加小蘇打也可以 口感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把麵粉過篩 好 然後把麵粉 攪拌均勻 好麵粉 都攪拌均勻了對不對 最後呢我會加入一個厲害的 秘密武器啊 就是 蘭姆酒 蘭姆酒呢也是 可以讓它增加它的香氣的 讓它 蜂蜜的味道更帶出來一點 會更香 好 好 一樣把它攪拌均勻 OK 那等到我們所有的材料呢 都攪拌均勻了 最後最後 還要一個動作 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 過篩 那最後過篩的這個動作呢 就是讓它的麵糊 質地更細緻一點 好不好 把它過篩 那我們的麵糊 過篩好了 接著呢 我們蓋上一層保鮮膜 讓它稍微鬆弛一下 稍微鬆弛一下 這樣子啊 它煎起來這個 麵糊 的那個麵 才會漂亮 我們先讓它鬆弛一下 篩回來 好 再來呢我們來煮這個 紅豆餡 今天就教大家怎麼用 最快的方式 煮出這個紅豆餡 直接省略 那個 生紅豆的這個過程 非常簡單 你就只要去買這個 現成的這個紅豆粒就好了 好不好 蜜紅豆 超市 材料行都有賣 但是呢因為這個蜜紅豆就是 它外面會包覆一層糖嘛 所以它會很甜 那 如果你要自己把它煮成紅豆餡的話 有個辦法 可以讓它的糖降低 就是用水 先把它 煮過 好 那現在這個動作呢就是要把這個蜜紅豆外面的這個糖把它煮掉 好那現在把水煮滾以後呢我們就把水給濾掉 好 不能一直煮下去喔 再煮下去就變成紅豆湯了 好 好 這次我們把紅豆把它倒回來 好 這次我們把紅豆把它倒回來 好 再加一點點鹽巴 鹽巴 然後呢今天呢我想要讓這個紅豆餡啊 帶一點點牛奶的風味 就可以加一點 牛奶啦 好 然後呢 好 然後呢 再來呢再加一些奶油 再一樣開小火 我們把這個紅豆粒煮成泥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省略一個泡紅豆 然後蒸紅豆的這個過程了 非常的快好不好 這個紅豆餡最怕就是你煮起來 然後放太久然後壞掉 那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煮的話 其實你想要用多少你就可以煮多少 那剩下的那個 譬如說你買了紅豆粒 你用不完沒關係 你把它包起來並在冷凍 兩三個月它也不太會壞掉 有沒有像現在這樣子 它的那個湯汁開始在收乾了 有沒有 記得你要不停的把它翻炒 不然你的紅豆餡會超會搭 好不好 然後像現在這樣子 有點收乾了對不對 其實這個時候已經可以了 這時候已經可以了 那就看你喜歡吃軟一點點 還是硬一點點的紅豆餡 就取決於這個時候了 如果你炒乾一點 它就比較硬嘛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比較濕一點點 那你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我比較喜歡濕一點點的 好不好 所以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就帶點泥狀 然後有點顆粒感 顆粒感也是很重要的 顆粒感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煮好的紅豆餡呢 我們把它放到盤子裡面 把它放涼 放涼 好 這塊好吃啦 真的 真的好吃 牛子啊 好 我們再來煎那個 銅鬍燒皮 松草的麵糊就是這樣子 那我的麵糊呢 它比較 水一點點 這樣煎起來的皮 比較不會那麼乾 那我們鍋子呢 加點油 加點油 油 那油不要太多 開 然後我們熱鍋 用中小火就可以了 不用開太大 來囉 好 然後呢 我們倒這個麵糊啊 非常簡單 我們直接把這個麵糊拉起來 然後直接淋在那個平底鍋上面 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 好 然後煎到呢 它的表面那個麵糊啊 出現氣泡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把它翻面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像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把它翻面 太黑了 對不起師傅 太黑了 怎麼了 好 那剛剛呢 是一個錯誤的示範啊 真的 我只是示範給你看 為什麼呢 因為油太多 油太多 會怎麼樣 讓它的這個麵啊 會有一些氣泡 有沒有看到 會有一些泡泡 所以你的油不能太多 盡可能的 越少越好 就是快到 沒有油的那種狀態 但是有一點點 就是 不要看見油 這樣子 會不會 反正就是不能很油就對了 就這樣 要把它擦得非常乾淨 擦得非常乾淨 再來一次喔 那如果你的平底鍋呢 夠大的話 你就可以煎多 多片一點 沒關係 要快線喔 這樣子 對啊 像日本人家 很快的那種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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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想要表現嗎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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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漂亮 稍微煎一下就好了 不要煎太久 像這樣 好 I'm try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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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呢我們來 夾餡 夾餡 那我今天是做比較小的 那餡料呢 就看你自己要夾多還是夾少 這就依個人喜好啦 然後兩片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 這樣來啦 那你也不一定要夾紅豆餡啊 你也可以夾其他的 像一些冰淇淋啊 還是一些抹茶餡啊 也都不錯 抹茶餡 抹茶餡可以參考我上來吃的那個影片 那個抹茶餡配這個也不錯 啊 三 四次時間 有啦 不知道講什麼 好好吃喔 不知道講什麼 真的好吃 有一點點淡淡的那個醬油味 其實還蠻特別的啊 不同的風味 你不覺得嗎 你看它這個皮 它是很Q彈的 有沒有 對不對 它不會很乾 我之前有做那個皮比較 麵糊比較稠的 但是它煎起來 很好煎 它可以很圓 但是 它那個皮吃起來會 稍微越乾一點 那如果用泡打粉的話 它那個氣孔就會比較 粗一點點 就會比較像 有一點點偏蛋糕的那種口感 但是這種 加小蘇打這種口感喔 它會比較 有一點點 帶Q 像 像 像黑糖糕那種感覺 有一點點像 黑糖糕的那種感覺 QQ的感覺 紅豆餡真的很方便啊 當然還是沒有比 你自己 從泡紅豆 蒸紅豆到煮紅豆 這麼的好吃 但是 這是比較快速的方法 比較不容易 用不完 紅豆腥用不完的 一個做法 給各位參考一下 好不好 有空我們做一下 真的 新人甜甜香劑 還是一樣乾 掰掰 好吃啦 好吃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記得幫我 按讚還有分享出去啦 心緣甜甜香劑 下禮拜見喔 掰個掰 掰個掰 哈哈 有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要戴套了嗎 要看這比較乾淨嗎 好嗎 好嗎 好嗎